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观 大气沉稳 北京奔驰长轴距一级的前脸线条更加明显 零形的双大灯是一级的标志性设计 前大灯组的品质没有缩水 同样具有自适应系统 稍有区别的是LED的日间行车灯 由L型还原为更早的一字型 而且从目前的市场反馈来看 一字型日间行车灯的造型更受欢迎 新一级车身虽然经过家常 却绝不显得臃肿 车身侧面高低两条腰线 很好地分割了视线 后视镜上集成的转向灯为双调式 奔驰新一级的尾部基本没有改动 依旧是简单沉稳 内饰豪华实用兼得 奔驰新一级采用了黑灰双色搭配的内饰 颜色虽然略保守 但比较符合大众的审美 座椅和中控台全部采用真皮包裹 并配以桃木条进行点缀装饰 多功能方向盘集成音量调节和车载电话功能 中控台按键数量很多 但逻辑很清楚 奔驰新一级全系标配酒气囊 标配的驾驶员注意力警示辅助系统 在车速达到每小时80至180公里时将被自动激活 一旦系统判定驾驶员的状态让行车安全降低 即会发出升频警示信号 并在仪表盘显示屏上 闪现请休息片刻的提示信息 贯穿整个车顶的全景天窗 由固定天窗和前部可滑动天窗组成 拥有两倍于传统天窗的展开面积 可让后排乘客感到更通透 E200L CGI前排标配电动调节座椅 并有三组记忆功能 后排中央扶手放到后 可以获得两个杯架和一个用于摆放手机等杂物的储物格 前排座椅的后侧下方还有一个照地灯 细节方面做到一丝不苟 多媒体设置方面提供了兼容MP3的DVD播放器 以及PCM CIA插槽 E300时尚型上装有后排液晶屏 顶配车型上还配备有车载电视 为后排乘客提供更多娱乐选择 在新一级顶配车型上还装配了奔驰的夜视系统 全新长轴距一级轿车比标准轴距一级轿车长出140毫米 这一加长尺寸被全部贡献于后排空间 为后排乘客营造出更加舒适的乘坐感受 新一级后备箱最大容积为540升 动力操控干脆踏实 温驰新一级提供了1.8升排量和3.0升排量的两款发动机 分别匹配5速手自一体和7速手自一体变速器 最大功率分别为135千瓦和180千瓦 最大扭矩为270牛米与300牛米 长5012毫米 宽1855毫米 高1464毫米 轴距3014毫米